大家好,我们在公园里边看到这样长条椅子 我们应该怎么去拍一个唯美有故事感的视频呢 好,鸭鸭今天就用几组分镜来给大家来拍一个有故事感的一个画面 我们以椅子的背面为前景 好,拍一个人物从对面走过来的一个全景来进行开头 好,这个时候我们得借用一下自拍杆网 来,打开它,放好位置 来,我把镜头呢,朝前面给大家来挪一下 好,看啊,在这里面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斜线构图 给它稍微的仰拍一点点 对面呢,我们要留一点空白 人物要从这里走过来 好,开始,人物走 我们从大于30度的角度的一个方位呢 再来拍一个人物走过来坐在椅子上休息的一个镜头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借用这个自拍杆 好,来,采用一倍的一个主摄镜头 我把镜头呢,给大家朝前放一点啊 来,在这里的构图的话呢 我们采用的是三分线构图 一会人物呢,是在这里坐着呢 是不是 好,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长按屏幕给它锁焦 哎,把小太阳稍稍的拉低一点点 可以开始了 是不是人物刚刚坐在那边 抬头这样沐浴阳光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它的背面呢 再来拍它一个沐浴阳光的一个镜头 我们可以以这个树叶为前景 在这里采用一个1.5倍的一个长焦来进行拍摄 好,人物呢,可以开始 我们再来拍一个人物离开时放下脚的一个特写镜头 好,在这里呢 我们来采用一个低角度仰拍 好,把它放在三倍的一个长焦镜头上 好,我们可以在脚部的这个位置上呢 给它长按屏幕 锁一下焦 把曝光呢稍稍的降低一点点 我们看见这个椅子呢 它的面特别的有张力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以它为前景 拍一个人物起身 离开回家的一个镜头来收尾 好,我们可以打开我们手机 eBay的一个主摄镜头 以它为前景 稍稍带一点点的仰拍 好,开始 都说往事别再重提过去 就该过去 只是很严容易老去 总是觉得刚眨眼时间就过去 不是人非错头回应 抖音 好,再看一个小红的买压